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 照理來說是西餐 也像日式料理 對我來說 比較像是居酒屋的菜 它叫做雪莉菲莉牛排 那做法很簡單 首先還是一樣 我們先處理肉的部分 這是菲莉牛排 我們先把鹽 先來處理牛排 這個牛排要放上去之前 我會建議大家 因為今天比較趕時間 所以我沒有特別做這件事情 那不然牛排一買到手第一件事情 你要把它的包裝 先把它拆開來 拆開來之後 不要再把它用保鮮膜封起來 直接放冷藏 它會放大概一個晚上的時間 它會把外面類似像這樣的水分 它會把它抽掉 那我們講物質不滅定律 就是水分跑掉的時候 它的肉的甜味會比較明顯 那今天沒有時間 因為我今天剛買回來 就用紙巾先把它吸一吸 好 把它放到這邊來 兩邊撒鹽 如果你今天是要就是 家裡聚餐啦 或者是朋友來啊 你想要秀一手 其實這倒是一道很簡單 讓你秀一手的料理 而且真的是煞有其事 好 接下來 我們來做黃瓜的部分 小黃瓜把它刨 用刨皮器把它刨一刨 這只是擺盤用啦 大概幾個就好了 不用太多 那這邊呢 我們這是水 一般的開水 把鹽放進來 然後把黃瓜 泡在鹽水裡面 把黃瓜泡在鹽水裡面 它待會呢 就比較好捲 它捲起來的時候 就不會斷掉 因為它一旦 大家都知道 醃菜醃了之後 它的菜會變比較彈性 相對會比較脆 那你把它醃了之後 待會兒我們再處理 它會比較方便 好 那現在來做醬料的部分 來 洋蔥 大概四分之一顆就可以 對 這個 我現在做的這個醬呢 是以前我們店裡面 以前大家都知道 以前我們有開 家裡有開居酒屋 那那個 那個居酒屋是開了四十年吧 那這道菜 以前常常店裡面吃飯的時候 有人會點這個 羊排 或是牛排 所以我把這個醬 就是我們當時的那個醬 那以前當然是 沒有對外跟大家分享 那現在 就沒開了 對不對 笑什麼 所以才可以跟大家分享 對不對 醬油 六湯匙 然後味醂 四湯匙 一 二 三 四 五湯匙 清酒 清酒 兩湯匙 米酒也行啦 然後再來 胡椒 黑胡椒進來 黃劍果 抹水大概一湯匙 酒 你可以放白蘭蒂 你也可以放 像我今天用的是 雪莉桶 一定要烈酒喔 你不要說 我在放葡萄酒啊 或是放什麼米酒 不夠 它一定要烈酒才會香氣夠足 來 一湯匙 兩湯匙 五湯匙 一湯匙 吞口水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 飛利 飛利是 這個 這個我們所知道的牛肉裡面最軟的一塊 它的這個煎它的時間你也可以不要太長 那我個人喜歡三分熟 那我們剛剛講說 如果說你在買回來的時候 在冰箱裡面放一個晚上 它就不會有現在這個現象 你可以明顯看 我們剛剛我已經用紙巾先擦過了對不對 那我們撒了鹽 就好比說我們在醃菜一樣 你把鹽放進去之後 菜會出水 肉也會出水 所以你看它現在就會出水 這個咧 你還是要把它擦掉 我個人的習慣 因為你總不需要水分過多的情況之下 影響到肉的甜度 那如果說是平常我們在烘調的時候 如果說你用的是樂眼或者是沙朗 它的肉是帶油脂比較多的 那我會建議就是你就 不用特別加 一開始不用特別加油 那但是因為我們現在這邊不是 我們現在這邊的菲力士沒有什麼油脂 所以你還是要加油進來 然後來點橄欖油 鍋子一定要夠熱 我常常跟大家分享一些所謂的家常菜 那我知道有一個網友 我忘記是什麼時候講的 有一段時間了 他跟我說 我這個爐子就不是家常的爐子 所以你怎麼做成家常菜 那好 那我們今天 你看我有兩輪對不對 我關掉一輪 這樣就是家裡的吧 對不對 我用這樣來煎 就沒有什麼家不家常菜的問題 那當然我必須想排煙 我要開喔 你不要說這不是的 家裡也有排煙機 現在真的做節目不好做啊 我怎麼會有情緒呢 對不對 好 鍋子現在熱了 冒煙了 你看到底夠不夠熱 你把火關掉最清楚 它煙就冒上來了 把它放上來 鍋子一定要夠熱喔 網路上面喔 有兩派人 有一派人說 煎牛排不要一直翻面 但有一派人說要一直翻 那你要覺得哪一派好 你就用那一派 我可以翻 我也可以不翻 都沒關係 重點是牛排煎到好吃比較重要 那我們常跟大家講 在分享煎牛排 牛排一定要怎麼樣 大火 你不能用小火 你看喔 我雖然是 你看我現在只用中間喔 跟家裡的火是一樣的喔 一定要大火鍋子要夠熱 它的熱傳導是由外往內傳導 所以你現在 好 現在翻過來 有沒有 那很多人會講靜置 所以我們講了很多次的靜置 靜置是怎麼樣 我現在熱傳導 傳導進去的由外往內 裡面現在是不是還是冷的 那我現在大火的情況下 待會兒會把它拿出來 放在外面 先等一下 那個時候的熱 就會由外往裡面導熱 找到裡面是熱的情況 但不會到外面這麼熟 它會 雖然切開來肉是 看起來是深深的 但它裡面是熱度是有的 這是重點 那我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並沒有 像一開始我並沒有先放胡椒 有人會先放胡椒 我沒有先放胡椒 因為 怕有時候胡椒 它會容易焦掉 這邊的重點就是一定要外面有一點 有沒有 恰恰 好 把它放在這邊 靜置 比較簡單的方式 你在裡面煎了多久 你就靜置多久 那我們現在就大概把這個 我們待會兒要擺盤的這個菜放進來 好 那這邊我們放鹽 胡椒 加到油 稍微拌一下 接下來蒜頭 拍 可以帶皮不帶皮都沒問題啦 來 再來 我打開 這個你可以摸摸看 它現在已經手放在上面 你不會覺得燙 它是水分都卸出來了 現在差不多 你去按壓它 差不多是三分熟左右 這時候下去讓它收 再把肉放進來 蒜頭 有沒有 前面這邊蒜頭已經跟油在一起 你把這個肉跟它拌在一起 就會有這個 蒜頭香 好 來 先倒一點進來 它的香氣就很足 有一點醬香味出來了 好 牛肉就好了 拿出來之後呢 還要再靜置一下 這個時候的靜置是防止什麼 放它那個 太多的那個 裡面的血水 再往外面冒 這個時候讓它什麼 因為血液如果碰到熱 它會凝固 這個時候 等一分鐘左右 是它裡面的血液凝固 不會切開那個水 像洩洪一樣出來這樣 好 接下來 這個是泡過 鹽水的 有喔 你可以在這邊 就可以把它捲起來 它就一個這樣的形狀 如果你沒有泡鹽水 它就捲不起來了 這只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 簡單的盤式啦 一分鐘左右了 有沒有 大概是五分熟 有沒有 肉這個時候是非常 非常美麗漂亮 菜放上來 肉 吃 還會再淋一點點橄欖油在旁邊 看起來 油漬漬 然後漂亮這樣 像這樣子 如果你朋友在家裡面喝酒的時候 你突然出一盤這個 說真的 每個人都覺得 哇 對不對 但難嗎 很簡單 你看 可以嗎 有喔 軟嫩 然後它那個醬汁 為什麼要分兩次 因為 這個醬放進來 加熱之後 它會多一個醬香味 那個醬味絕對是你喜歡的 然後最後再淋那個醬 就有點生洋蔥的味道 黃芥末的味道 這個是以前我們店裡面常用的 現在 店啊 每開我們開始做產品 但並不代表我不能把以前的菜 跟大家分享 這個麻煩你試試看 因為 我可以不堪 你 我可以別人 你的醬汁 是 這麼快 我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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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